画面上是基北北桃1200都会通定期票开卖第一天 不少市民朋友带着悠游卡来进行购买设定 通勤民众说每天往返台北上班的话 使用1200定期票可以省下不少荷包 划算很多啊 因为我平常一个月都是至少20天的公班嘛 那这样子平常买就要2000多块 对最一般的就是202000多 那现在至少省800块以上 对啊所以就很划算 这样的话就可以啊 因为有时候国道的话 一个月的话就没有几次啊 那你如果说就国道而已的话 那然后就没有用啊 那如果说可以通用到施工车的话 那这样就OK就可以 接运啊火车都可以 对对对这样都可以 通勤费多少钱跟这样比起来 一天一定要超过100块 到台北 月票的话来回要80几块 加工车110 对不对 那这样一个月 那你哪里都不能去啊 就是只有通勤而已 一天就是110 所以这个这120算是非常划算 非常划算 但是我们北北基桃是最贵的 台中跟高雄是最便宜 那这一天200块的那个期间 是我当天加职那一天起算 还是说在你加职以后的30天内要开卡 那开卡这个意思就是要先去刷 那一个就是第一次 比如说你刷捷运 他就会帮你开卡 你第一次就是已经加职完 然后结果去刷了捷运 那刷捷运的第一天就算第一天 OK那我如果现在去加职 7月1号开始加职对不对 我加职之后我到7月15号去刷第一天 我是可以用到8月15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15号再加30天没错 是这样子 对 所以是以刷第一笔期间为算 不是用加职那一天 不是不是不是 开卖第一天 有的民众不太了解 1200都会通订期票 怎么计算使用期间 也有人发现悠游卡余额不足 得先完成加职 才能再设定购买 国光号基隆车站人员 以及到场了解的市政府交通处科长 都详细地为民众解说 而基隆方面 除了国光客运基隆车站的自动除置机 可以预购设定1200定期票之外 7月1号起 台铁的基隆三坑八堵七堵及百福 等有站员的车站 也将提供设定定期票的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